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离不开自然的馈赠 海南作为中国最为温暖的省份 四季长青 生机勃勃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对海南人民的馈赠 无疑是慷慨的 优良且割据特点的地理环境 让不同的地域 有着自己最为骄傲的物产 穷海的家鸡鸭 位列海南四大名才之一 声名远播 百年来不仅备受各地食客所追捧 也逐渐成为当地农户 房前屋后最为常见的家亲种类 福史焕是一个地道的穷海人 因为爱吃 所以也热衷于厨艺 他在祖屋院后 饲养的几只家鸡鸭 被他视作宝贝 今天他早早地将鸭子喂好 细心照料的同时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 小黑 鸭子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要挑一只大一点的 最肥的了 黄泽是一位资深的大厨 十几年来一直从事海南传统美食的记忆优化研究 对家鸡鸭更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今天他用徒弟福史焕的邀请 登门教授家鸡鸭的烹饪方法 对于一名资深的大厨来说 食材的挑选也十分讲究 家鸡鸭的这个品种 最早它不是我们中国 从国外已经经过来的 所以说家鸡鸭它又有个名称叫翻鸭 然后它的外型来说是跟普通的白鸭不一样 它这个头部这里是有个龙起的一个肉 红色的 经过这么多年在我们琼海的养殖之后 它慢慢已经变成我们琼海独特的品种 也就是说咱们这种翻鸭 是咱们这个琼海家鸡出名的 所以叫加鸡鸭 对 所养吗 拿那个煮过的米饭 米饭和玉米粒把它煮熟了喂给它 它会经历一个放鸭和这个圈鸭的这么一个过程 特别是放鸭的时候它会吃一些小鱼小虾 然后再经过圈鸭 由于佳鸡地区独特的饲养方式 成年的翻鸭具有腐大皮薄骨软肉嫩的特点 所以人们把夹鸡饲养的翻鸭称为夹鸡鸭 师傅亲自登门传授厨艺 让福使焕非常高兴 他精心挑选了一只最为肥美的鸭子 作为今天的烹饪食材 咱们这夹鸡鸭清洗完之后呢 我就感觉特别大 特别肥啊 光这么看我感觉像鹅你知道吗 看一下这个鸭子有多重 这么拿着 这么拿着 这鸭子有很大的 看我的手在抖啊 有点重量啊 很大的鸭子呢 这其实我是不太能分别 就是说这个肥瘦 但是我能看着它大 我一捏这个鸭腿啊 我觉得这个很厚实 它是肉很厚实 但是它皮呢 你捏一下 它是皮是薄的捏一下 它跟别的鸭是区别在这里 有些一些这个鸭水禽类 它这个大之后容易肥 这个这个加吉鸭就不会 加吉鸭它本身是一种 非常好的原料了 所以呢 当地最传统的吃法就是 白切 也是最质朴的吃法 就是一定要保留食物 原本的味道 优质的食材 往往仅需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白斩则是最能体现 加鸡鸭原汁原味的食用方法 因为琴类全身遍布羽毛 烹饪之前去毛工作 是一个十分讨厌耐心的过程 必须非常专注 才能保证表皮不被破坏 清洗干净之后 将生姜 大蒜 小葱等配料 放进鸭腹肢中 就可以准备下锅烹煮了 老师 我现在这个水开了 我看这个 这边的表皮已经放黄了 我看您一直在动这个勺子 这是要不停地去浇吗 要经常浇 让它缩着均匀 那还需要翻过去吗 就是 煮一会要翻一会 煮一会要翻一会 它一般翻个一两次就够了 因为鸭子比较大嘛 那么这个水温要控制好 不要让它开了 太大了 就像现在这样 它刚好开 但又不是全部沸腾 这种四开非开的感觉 这样煮出来 这个鸭子的肉质就 没那么差力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时间会煮得很长吗 要稍微长一点 起码要四十分钟以上 四十分钟 因为这个鸭子比较大 对于温度的把控 往往是美食烹饪中 最为重要的环节 而加鸡鸭的制作过程 还有许多细微的讲究 黄泽告诉我们 在烹煮的过程中 加鸡鸭体内的油脂 会逐渐吸出 而这些带有鸭油的汤汁 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所以煮鸭时 锅里的水不能过多 这样就可以保证汤汁的浓度 现在是要做这个 加加的蘸料 这是蒜 辣椒 小参菊 小参菊 姜 这包括一点盐 这是盐 然后这是滚烫的鸭汤 一定要滚烫的 而且上面这些 是专门打的 鸭汤上面这一些鸭油 要有一点鸭油进去之后 那个鸭蘸起来才会比较香 就是刚才我们煮的那个鸭子 对对对 鸭汤里面打出来的 打出来的 我们先把这个大蒜放进去 然后放姜 这顺序有要求吗 没有要求 辣椒放一点 鸡一下味道 不要放太多 我们再挤一点小蒜菊 就是咱们本地来讲 就是这样的料 就算是传统 就没有别的了 要放点盐 再味道 然后把这个滚烫的鸭汤 倒进去 用热气把那些蒜和姜给烫熟 要用热气把这个蒜 所以才一定要是滚烫的 一放一搞好还不能吃 要静止一会 让它那个香味出来 就才可以吃 现在闻着就挺香的 现在就有一点香味了 这个味就感觉就是鸭汤的味道 对 所以我们这个加加吃的时候 就是讲需要它这个原味 不是拿别的调味品去吃 但原味就把它盖住了 这我还是 我觉得这回吃到门道了 四十分钟的等待之后 飘香四溢的夹鸡鸭 就可以出锅了 经过高温烹煮 鸭皮变得软糯易烂 所以在斩切之前 必须将鸭子晾凉 黄泽告诉我们 在琼海白切夹鸡鸭 有一种名为公道的吃法 最为传统 美味绝伦的同时 也蕴含着当地人 流传多年的高尚品格 公道就公平公正 不要分得均等 你不能分得一个多一个少 就几个人一起吃饭 对 就是这边有三片鸭血 那边也是三片鸭血 鸭切下来之后 就是鸭的不同的部位 现在这两个就分成两份 对 这是在物质相对缺乏的年代的时候 老百姓比较穷 自己买一只猪 一只鸡一只鸭 买不起 所以一个村 几家一起买 或者一个村一起买 就组成这个公道 我们叫做公道 所以如果说这个分得不好 比如说鸭鸭肉都会一个人 那肯定其他人也不干 因为都出了钱 对 不多不少 每个人是平等的 在中国人的食谱中 单一的食材 无法承担一餐之重任 而公道这种流传多年的吃法 围绕着家鸡鸭的独特滋味 衍生出了一整套完备的正餐菜谱 切完鸭肉 黄泽开始着手准备下一道美味 我们现在这个我看切了木瓜 这个小虾米 这个有鱿鱼 这是用来做什么 像这个木瓜是放在鸭汤里面 搞清汤的 用木瓜去搞就比较爽口一点 大蒜 这个虾米和鱿鱼呢 是要来搞鸭饭用的 这是用来做鸭饭用的 对 一会儿要炒一遍 然后炒完这个时候 再放大米去炒一遍 大米也要炒 就生的时候煮之前炒 生的 生炒大米 对对对 为什么呢 主要是香 然后吃起来口感比较好一点 这搞得我有点期待 海南的美味 多数都与鲜字 有着千丝万缘的关系 切丝的新鲜鱼和虾仁 无疑可为鸭饭增添绝妙的滋味 将鱿鱼虾仁大蒜煸出香气 随后放入大米进行翻炒 待鲜味充分融合之后 用煮鸭子所用的鸭汤 将米饭焖熟 之后还要进行一项特别的工序 我们现在开始捏饭团 为什么要捏成饭团呢 因为在过去吃的工道的话 是不会说做五一桌一起吃 不是每个人站着也没有筷子 捏成饭团 手好拿一点 就是饭团在这 直接这样吃了 对对对 捏成啥样的呢 捏成圆形 能够很清晰的看到虾米和这个鱿鱼丝 对刚才我们能够紧一点 不容易撒掉 我们其实跟渔民出去捕鱼的时候 经常会有这种饭团 其实也是在琼海 在我们这个 我们都试一下 烫小鱼 是能够一点点大 烫的话就一下子不要打开 我慢慢讲 必须得烫的时候捏吗 烫的时候就粘性能沾一起 凉了就不好沾了 凉了也不好吃了 对对对 大小你不要太大 我就吃这么多吧 大米作为人类最为重要的主食 在中国人的食谱中 更是走过了数千年 可做丰富之餐的点缀 也可充当果腹的美味 人们用它融合各种滋味 呈现在餐桌之上 而对于白切夹鸡鸭来说 鸭饭做成的饭团 则是吃公道最为默契的搭档 现在这个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吃饭了 先来尝一下 关键是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现在没有坐着 我们是站着的 我们吃琼海公道 按照传统的吃法的话 就是站着吃的 就是必须站着吃吗 站着吃 没有筷子就是拿手 现在需要一只手拿着饭团 一只手拿着饭团 然后我们用手抓着这个鸭肉 然后蘸着这个酱料吃 我觉得这个料挺好的 尤其放点辣椒 而且这个是原汤汁的 是最原味的 可以喝点汤 然后最后再吃一点这个水果 这个饭团 比我想象中的这种味道要清淡一些 它不会说很油腻 即使是放着这个带有鸭油的汤 对对对对 包括有这个鱿鱼和虾米 其实这个吃起来它还是比较淡的 对吧 它只是有一种清香味 第一次站着吃 我觉得挺有意思 这是公道的吃法 就要站着吃 一桌的我就吃 它更香 更香 大都一块 对对对 但是也是自己吃自己的 不是产生的 这是公道 每方水土都有自己独特的物产 这里的人们在生活中适应 也在劳作中改良 翻压这个远道而来的物种 在海南优越的自然环境中 得以延续至今 也在人们的喜爱中 拥有了家鸡鸭这个享誉八方的新名字 品种相同的食材 往往因为生长环境的不同 而产生不同的滋味 独特的地理环境 是自然赐予人们最好的礼物 家住不熬的黄鸡缸 每到休假的时候 就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出海钓鱼 体验自己喜爱的休闲方式之外 还能享受一种独特的美惠 经过协商 我们试制组得到了一起出海的机会 那现在我们还不算出海了 不算出海 我们正在正处在那个出海口 就是那个万泉河 龙骨河 还有那个九七江 那这块就是典型的那个咸淡水交汇出了 对对 这里的鱼就非常出名了 要什么鱼呢 博鳌鱼 博鳌鱼 就是它以博鳌这个地方为名称 所以这个 就是从这儿叫上来的鱼都叫博鳌鱼是吧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以前那个博鳌它是一个小鱼港 八几年时候就用马交鱼元宵 元宵以后 那么它以各地一叫起来 感觉那个口感跟其他的都不一样 因为是一个三江汇聚的地方 然后又是咸淡水交汇处 所以它这个鱼呢本身它有自己的这个特点 就是鲜甜 鱼肉比较顿 所以就很多人就慕明白 所以就慢慢的 叫着叫着就出博鳌鱼了 又出博鳌鱼了 这跟家鸡鱼有同样的道理是吧 三条河流在这里携手入海 大量的淡水降低了这片海域的沿度 使博鳌海域成为了一片沿度渐变的水系 各种鱼类的气息环境有了更加复杂的变化 加之将和入海口丰富的天然饵料 使这片海域的鱼类有了更加鲜嫩的口感 在博鳌的入海口有一条狭长的沙滩半岛 名为玉带滩 外侧南海烟波浩渺 内侧河流湖光山色 内外相应不仅构成了一幅奇异的景观 也让似水汇聚的入海口 变成了一条相对狭窄的通道 黄大哥告诉我们 因为鱼类喜欢溺水而游 所以每天长退潮的时候 这里最容易钓到大鱼 在我们沉浸美景无法自拔的时候 黄大哥已经布置好了所有的钓具 中了 慢点 这就是上鱼的感觉 好感好啊 对 它肯定不大 因为它那个感觉那个拉力不是很强 直接把它拉上来 OK OK 来来来来 好 中了 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等待 我们终于有了收获 这让骏浩感到十分开心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鱼了 是吗 对对 今天我们想钓的鱼 白花斑 它是那个生活在雕水旁边的鱼 这个感觉钓上来之后放一会儿就不行了 这个啊 这个反正我觉得今天收获不算大 至少有 至少有 至少有我觉得就挺好 行吧 咱们回去把这鱼做了 好子好子 十至中午 我们跟随黄大哥一起返航 他的妹妹黄海珍已经早早地来到港口等他 因为家里在博鳌开了一间名为博鳌老味的餐厅 只要有机会 妹妹总会叫上他一起来港口挑鱼 随着博鳌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许多来此的游客都会慕名前来采购 当地渔民也开始依靠捕捞博鳌鱼为生 以博鳌鱼为招牌的餐厅在琼海随处可见 而黄海珍一家所经营的这家博鳌老味餐馆 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黄大姐的店里啊 这个叫叫 白花斑 白花斑 对对对 那这几种也是 都是博鳌鱼 博鳌鱼的品种很多的 那一般就是这样的鱼的做法有什么 清蒸的 有红烧的 也有那个搞汤的 像我们本地人吃一般都是以汤为主 而且鸡鱼下为主 这些 虽然做法种类很多 但是其实更多的是要保留这个鱼的原住原味 对 我们做的很简单的 就是肉质就不会变 味道也不会变 就很鲜的 清蒸是最能体现鱼肉鲜美的做法之一 新鲜的包鱼处理之后 打上鞋刀 之后在鱼身上放上姜丝 进蒸香蒸煮之后 再放上葱丝 以及适量生抽 最后淋上热油 清蒸鱼诱人的香气 立刻散发了出来 现在是准备做汤吗 这有一些 这算是食材或者药材 对对对 做我们不熬鱼的鱼汤 我们一般都是以金钦斑为主 淮山 还有有点中草药的药材味 这就是普通的 枸杞啊 党参啊 红枣啊 还有姜丝这些 淮山是补皮的 补皮味的 然后我们这个鱼 我们要为什么选了金钦斑呢 因为金钦斑的皮很厚 它有胶原蛋白 然后它也是补皮味的 然后加点药材 它就是有点温补的问题 鱼汤的制作 需要先将鱼肉入锅焯水 去掉血污 这样可以保证鱼汤的清量 将丝编出香气之后 将鱼肉和淮山 放入锅中翻炒 带到鱼肉快熟 再加入清水 这种包含翻炒和水煮 两种烹饪手法的制作过程 可以充分地彰显 薄熬鱼的独特滋味 而加入其中的食补药材 也为这道鱼汤 增添了更多的营养价值 阿姐可以说给我们的是 薄熬鱼宴 对吧 对对对 这是香煎的薄熬鱼 这是清蒸的 这是做汤的 对 我先尝尝哪个 您推荐一下 先喝汤 先喝汤 对 那行 我先来点汤吧 来点汤 这个汤是乳白色的 对 我自己在家里做汤 因为很难做成乳白色 因为我们也加了 然后淮山这里面 它那个鱼 本身它的鱼皮很厚 它肉是很白 它熬出来的汤 跟别的不一样的 鲜入口是有点鲜味 对吧 是鲜味入口 然后呢 再是一点甜味 然后再有鲜味 味道还挺复杂 挺好喝的这个 其实喝完第一口之后 后边那个鱼的鲜味 会越来越多 再尝一下 清蒸的 清蒸的 对对对 再点浊量 对对对 再点浊量 一开始咬下去 你会觉得 好像要入口即化的感觉 对 但是你再咬 它其实是紧实的 它给肉一样 肉是很紧实的这种 它本身的白瓜斑的肉 就有点结实的 紧实的肉 尤其这又是野生的 对对对 三条河流 与大海的相遇 无疑是自然界的巧合 但这维持千百年的偶遇 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带来了无数自然的馈赠 独属于这方水土的物产 也在人们的精心雕琢下 以气人心脾的味道 走上更多人的心头 丰富的物产 是自然赐予人们最好的礼物 它让人们得以富足的生活 而天赐的味道 在人们的勤劳与创新中 幻化出更加丰富的滋味 我们制作并品尝美食 用舌尖之上的幸福 品味着每一条河流 每一座山川的风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